艾里克森 他的身高是1米91 经验非常丰富 往前的截杀并不是打全力 而是打落点 那么作为37岁的老将呢 在体能上啊 跟年轻的队员相比呢 肯定是有差距 但是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马来西亚这队选手 能够拿到亚运会的冠军 一定是有他们的特点 而且我想根据他们 执教的教练是印尼的 我想他们应该有一定的印尼打法 就比如发接发的抢前半场 看看他们的平抽怎么样 我们现在谈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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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发球的是丹麦选手艾里克森 他在发球上 一开始就寻求一些变化 对 想发一个后场球失误了 可以 在往前他的方舟面积啊 确实是非常大 任何一个对手跟他们进行比赛的时候 在往前的那种心理阴影可能都很大 压力很大 我们在看过蔡云富海峰和印尼的维加亚那场球 到现在感觉到整个场上的速度相对于 之前看的好像要慢了很多 这场比赛的节奏慢一些 对 5-4 5-4 5-4 阿里克星在往前的处理非常明显 他会先难难以后 机会好的时候也是发力非常果断 连续下压 看来这个发球的变化是对的 一下子就出了空档 对 大麦的这一对选手在年龄上的都比较大 69年72年 雙方在发街发上还是都以强往前为主 轻易不要起高球 对于大麦这对选手来讲 他更轻易的不愿起高球 都是年过30的选手 完全是凭借着经验打落点 而且1米91身高的阿里克森在往前 他给对手造成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对 你看这个高球一般人拿不到 连续进攻 攻中路 他们还是以攻中路为主 不好打的时候 拦进来 连续压上 大麦的这选手打落点 就是他很聪明 而且他的每一拍不管是他的进攻 还是防守当中的这种攻击性的防守 他的回球的落点打得很刁 把对方的这个两位选手的整个要吊起来了 给打开了 对 而不是一味的像我们在前面看到 这个傅海峰和蔡云有的时候打得急的时候呢 就是直线来直线 平头平挡直线走 直纠的快了 直纠的快了 所以以30年过30这一队组合 还能够在这个全英语毛球比赛里面 能够杀到半决赛 虽然是他们的这个特场 对 轻调调动开 现在这个选手 进攻的落点也还可以 他们打法里面 有一点 你围加亚他们的那个步伐 平手挡发接发 墙往前 9-0 5-0 过不了艾里克森他们的前半场